五月天阿信也即将封盘了,三岸释放闪是爱她。五迷欲感正牌陈蔡即将诞生,频频送上祝福。 五月天阿信二月曾被命理师断定已婚生子,当时她高X否认,不过近日她似乎对爱情特别有感触,在脸书上连三篇PO文都像在和思念的情人说话,五迷也察觉有意,纷纷留言问,是准备公开正牌陈太太吗? 更多人是直接祝福,陈太太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,我们要一起保护她。 阿信先前对命理师算出她已婚当罢幽默否认,图班设自江百乐粉丝团,相信音乐提供。 阿信三日一我在你熟睡时开了一场演唱会为题PO文,在你昨夜沉沉睡去时,我开了一场演唱会,那是某个没有你在场的梦,却是我的真实。 有时候,想念需要更委婉的说法,例如,今天的你要做什么?即便我早已都知道,巴黎如果浪漫,那也许是某个谁的某颗心,与你同在。 当天她正在巴黎开场,写妈妈人在现场,因此这篇PO文对象应该不是陈妈。 阿信连几篇发文都与爱情有关。 图相信音乐,14日阿信也PO了一篇文,据说今天是白色情人节。 从前总觉得,一切都是商人的把戏,好让他们卖出更多的花,巧克力,蜂蜜与牛奶。 如今才知道,每一个无谓的忌口,对于玄与雨线的思念,有多珍贵。 你的换日线即将落下,我刚降落,还是把犹豫了一天的讯息送出。白色情人节快乐。 此时已经有粉丝怀疑,这阵子。是公开的前奏吗?其实大家最想看到你幸福哟。 到底是怎样一个啪?让你如此深切的思念,让你再也无法沉默? 我想,只有你知道,也只有他知道 五月天只剩阿信还是单身 图相信音乐提供 22日阿信再度写道 当你不在我的身边,分不清是天气,还是思念 让点点思绪,冷暖交错 明天我又要飞了,那里有很多人,正等待住我 正如同我等待住谁那样 不说了,大概就是这样了,总是让我担心的家伙 你好吗 五月似乎更加确信阿信身边有了人,纷纷留言 最近的你,说话总是像带住你,是准备公开正牌陈太太吗 真羡慕让你担心的那个家伙 大家不要太激动,主唱大人也该恋爱啦 是不是要完成寻回才公布 一天一天慢慢暗示我们,怕我们到时受不住刺激吗 傻瓜,你幸福就好了,早点休息吧 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